2020 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祈福 可能会用还不错来形容这一年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的2020的话 我会用不想回想 对我来说的话 是不容易但是又很丰富的一年 什么样的词形容近一年 出人意料 这种感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收获 AKB48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 青春 梦想 元气 有太多词可以用来诠释 初见AKB48式的感觉 作为AKB48在中国大陆 唯一的官方姐妹团 2020年AKB48 Team SH 迎来了成团的第二年 然而新年的味道还未散去 大家都翘首以盼着未来时 身边的一切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来了 2020年初 团队原先的计划全部被打乱 无论是日常训练 彩排 还是演出 握手会 都被迫停止 成员们只能在家 独自练习来保持状态 作为可面对面的偶像 失去了线下交流的途径 线上直播也就成为了他们 与粉丝互动的唯一方法 Hello 现场正在观看直播的 粉丝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手机屏幕前 直播的我们的一家人们 大家好 时间来到6月 疫情渐渐缓解 AKB48 Team SH 终于迎来了 成团来的首场公演 这比预期时间 整整推迟了114天 尽管首场演出粉丝 只能在线上观看 但这并未影响团队的信心 随着参加选秀节目 成员们的回归 团体的影响力 逐步提升 也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 三个月后 今年的第一支MV 迎向未爱的风开拍 当时成员们谁也没能想到 这支MV 就像一声哨响 成为了AKB48 Team SH 第一次总选的开端 三个不同身份 不同性格 不同期待的女孩 开始了她们的比赛 她们的故事 我叫刘念 是AKB48 Team SH的一期生 来到这个团体有两年了 以前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目标 就是属于那种很安于现状的人 来到这个团体 就越来越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自己想要什么 感觉2020年就是 对我来说是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参加创造一2020 然后七月份的时候 然后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休息一下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 然后就接着来的 就会有很多活动啊演出 然后短短两个月 九月份的时候就又被告知 今年要举办EP选拔的总选举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那种感觉 就像一年我参加了两次总选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刚好又碰上九月份开学 所以我要兼顾学业 然后也要兼顾这边的活动 可能就要经常的两边跑两边跑 然后就很匆忙很匆忙 我是施矮贝 来自AKB48 MSH 已经入团一年了 十二期生 同时现在在上海的一所大学 就读是大一新生 现在的时间安排就基本上是 从礼拜天晚上回到学校 到礼拜五下课放学了就回基地 我有空的时间就是 课下或者说晚上自己休息的时间 对着视频自己练 我会拿着自己的手机 播放着音乐在那里练习 不大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想当偶像的人 应该不只是我 或者说我们成员这一部分人 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梦想的 只是他们不敢说不好意思说 对我会尽我最大可能在自己有空的时间或者说 在一切需要的时间 从他们的舞台现场传递给我的能量 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其实一直应该说是从小有这种想要成为他们的梦想的种子吧 在我的心里面 其实我一直都在B站上面持续在更新自己的舞蹈 翻跳 然后还要做一些Vlog之类的 在我的心目中 我觉得偶像就是要给人传递正能量 然后要给大家平时生活当中都能够传递出那种快乐的能量 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向他们传递出快乐就好了 就是当我知道总选的时候 是在我自己的生日公演上 其实说实话有冲击到 9月12日的完场公演后 成员们正式接到了第一次总选的通知 我想象过会有总选局的举办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发布的这么突然 然后这么快就要来到现在已经9月份了 11月 太快了 有在脑海里面想过关于就是总选当天的场景 想了几十遍 希望我在那一天可以 好好的完成演出 更多的还是只能交给粉丝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其实在知道总选之后 我是很担心自己 我就觉得其实各个时间都有各个时间的坎 所以就做好了就行 不让自己后悔就好 会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诶 凭什么 凭什么留念站C 凭什么留念每一次都有它 所以我非常非常强烈的 我就想拿到第一 然后告诉大家 我是第一为什么没有我 我是第一我难道不配去做这些吗 为了让所有成员 有更多更公平的机会去展现自己 AKB48每年都会举办 由粉丝投票参与的总选举 这也是AKB48每年的第一大活动 这一次 AKB48 Team SH的粉丝们 将第一次亲自参与投票 来决定前21位成员的排名 排名的先后 还会直接影响 之后一年的露出机会 拿下第一的位置 向着前三的目标前进 尽胜吧 在11月28日宣布最终结果前 会有速报和中报告诉大家 实时的动态排名 第九名 第六名 第三名 第二名是 刘念 第一名是我们的二七生 曾思纯 五千多票 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怎么说呢 就是震惊 震惊还是震惊 特别到三名的时候 都还没有念到我自己的名字的 那个瞬间 我就觉得 很 惊讶 就在想 怎么办 在想怎么办 对 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名字 而且曾思纯确实 非常非常努力 刚刚那一刻我是震惊了的 但是我不会松懈 我也没有想过要放弃 也没有想过 我就这样 反正我肯定拿不到第一了 就差了这么多票 我不会这么想 我觉得 我会实现我的目标的 可能就是我的努力 不如我二期的后辈 只能说我做得不够好 速报公布后 如愿进入选拔的施爱辈 把更多精力花在了学业上 获得速报第一后 曾思纯在视频网站 更积极地更新着 自己的生活日志和舞蹈片段 复杂的转学手续 并没有让暂据第二的留念 有充足时间去平复心情 速报后 他频繁往返上海成都 每分钟都必须精打细算 中报前的最后一场握手会 也在这渐渐忙碌的气氛中展开了 今天握手会也是 就是能够了解和交流很多东西 表面比较官方的话 谁都会说 比较官方的事情谁都会做 但是我愿意用真心 去换来大家的一票 那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10月31日 总选的中报如期而至 相比于速报 氏爱辈的排名下滑了7位 留念拿到了这个阶段的第一 而曾思纯则落后了5000多票 曾思纯第一位留念 现在我想说 我必定不会辜负大家 中报结束后 团队活动骤然增多 范围也扩展到了长三角 而在上海的训练基地 更大的挑战还等着他们 为了能在总选当天 顺利表演全新的舞蹈和歌曲 许多成员都选择在深夜继续练习 留念也终于办完了转学手续 之后便匆匆赶回上海 来到学校要去学生处办学生卡 我现在可以正式入学报到了 耶 总选前的最后一场公演 成员们在舞台上 倾尽全力 想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粉丝 请容许青春最后一次的冲动 因此我喊出了第七的目标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吧 所以感谢给我同胜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们 我希望最终总选的时候 我可以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然后我们是下一个 开始唱歌的地方下 随着总选的临近 排练也变得紧密起来 新的歌曲 新的舞蹈 新的站位 无论是对 初来乍到的三七声 还是对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来说 这次的舞台 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除了训练和彩排 留念和曾思纯 还需要同时兼顾外务 帮助团队在总选前 宣传造势 提升人气 总选前的最后几天 成员们继续在直播间里 与粉丝进行线上互动 看似轻松的气氛 满意紧张的情绪 今天距离总选还有两天的时间 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紧张了 最近我也在想 不管有没有到前三这个名次 或者说不管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名次 对我来说 我对偶像的这一份热爱和热情 都不会被泯灭 然后也会继续努力 今天是11月27号 明天就总选 今天晚上应该票数才截止吧 所以都是未知的 所以应该更重要的 就是把现有的节目拍点好吧 不是不在 不是不想去想 就想了没有用 这个事情不是我现在 还剩几个小时时间 能够所做的些什么 能够改变的事情 所以不太想去想 我们现在在后台 然后现在正在进行化妆 演书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耐心等待 谢谢大家 来到这里 一起渡过的我们 现在我们的二十二年 演唱会 晚上的总选举 我们才停哦 非常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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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吗 紧张吗 说实话还是挺紧张的 但是没有关系 不管是结果多少 都会继续加油的 今天晚上是我们 观想各个的 各种选举 然后不管你是得到 什么样的 或者是没有得到自己的 所有人 希望大家可以 能够重新感人的情绪 面对 因为今天是第一年 努力 千训 感恩 为了梦想不断奋走 元气满满 勇不放进 AKB破剑 必满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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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 候选的成员 真的是非常可惜呢 就差了一步 这已经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只是没有想到 能够拿到第四位 这个名字 这个是我们家下的 第一个宝藏 我们可以往更大的地方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 并肩一起 最终排名 揭晓的是 第二名 他的 得票数 三万 零一票 要揭晓 的第二名 他是 他是 一七生 刘烨 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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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被所有人 都认为我们是 国民女团 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谢谢大家 获得 AKB48的 TeamMessage 第五章一批选拔 总选取最终排名 第一名的获得者 他的票数是 三万零九百六十票 他就是 二七生 曾思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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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逐梦想的道路 我会一直走下去 请大家 一直跟随着我吧 开始会 更有压力 说实话能不能 承担起第一名的责任 和 之后的一些 之后的一些压力 这种情况 我自己其实也摸不准 但是我会更加的努力 用一个词来形容 今天晚上的总选举 在我这里的话 应该是 意料之外 对 就只有这样的一个词 得到这样的名词 有想过 结束偶像生涯 在整个总学期间 其实 锻炼到的还是我的心智 面对这次总选 我真的慌了 我第一次那么害怕一件事情 那么害怕得到一件事情 以及那么害怕失去一件事情 来到AKB48 Team Message 对我整个人生来说 真的像梦一样的存在吧 甚至到以后老了 看看以前的自己 会觉得特别的精彩 在这一年里面 做的就 改变非常大 人际关系的这种相处 然后也有提升 我自己想要做的偶像 也是想要在舞台上面 给人带来满满的元气和能量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我这一次拿到第一之后 真的有一种开始自己成为偶像的实感 然后第一就开始真正的有了偶像生活的感觉 然后很期待最后的活动 这一年让我成长很多 对于我整个人生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总选这两个月 我就发现 我会考虑到别人的想法 我会非常顾及别人的感受 一直到最后 我的想法都是 就是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越来越好 而不是说希望我自己有怎样怎样的发展 而且我是觉得 总选真的会让我看到其他队友的闪光点 比起我之前说 我可能现在更适合自己的是做偶像 不如来说我还可以做一个更优秀的偶像 我的目标永远都是第一 我只会一直往那个目标迈进 不会退缩 名次宣布 有人欢笑 也有人落泪 总选或许就是这样 欢喜衬托着忧伤 在灯光照亮的小小舞台 不同的情感交织碰撞 但 就像一颗糖塞进嘴里 舌尖的甜 比漂亮的糖纸更值得被记住 来年 曾经历过的还会再来一次 训练 直播 公演 总选 或许是无聊的重复 或许 会遇到奇妙的际遇 未来的事还是交给未来 而对于这些少女 无非是 无非是 再吃一颗糖果 或许是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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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无聊